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亲戚生病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别担心我哦 方志 我在电影院门口 你到了吗 你即使把那语音放完 让哥哥看看 是谁想约我们小丧志看电影 那你又不认识 你说了我就认识了呀 我帮你把把关 看看电影有什么好把关的 这不是怕你年纪小被人骗了吗 你要说的话 得说一整晚呢 好多好多 我们小丧志 是这么受欢迎的 长得好看吗 小伙子 这是你媳妇啊 大爷 你从哪看出来是我媳妇呢 小姑娘长得真俊呢 那回去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大爷 这是我妹妹 不是我媳妇 我知道你媳妇长得好看 不好意思啊 我爸那个耳朵 耳背挺重的 爸爸 那是妹妹 不是媳妇 妹妹 不能结婚的啊 你们还没结婚呢 小伙子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可别人让小姑娘等急了啊 大爷 你能别动我笑了吗 肚子上还有伤口呢 小伙子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得抓紧啊 你这媳妇长得很俊 又那么会照顾人 你看这 大包小包的往这儿拎 你得珍惜啊 要不将来啊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好 我明白了 人家大爷耳朵听不见 你别在意啊 就当他是开个玩笑 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 听你哥哥说 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 我很开心 这两年我小心翼翼 藏匿着的那些小心思 在她心里应该不是那样的吧 有时候 想多大 还不是一个小朋友 你等没课的时候再来 哥哥这么大个人了 不劳烦小丧之来会跑了 大爷 他年纪太小了 还没到法定年龄呢 过两年吧 人家大爷耳朵听不见 你别在意啊 就当他是开个玩笑 可能在他心里 我们不会有 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 所以他才可以这样 对我开玩笑 爱得出口